男子成天沉迷画漫画 没想到有一天画出来的美女变成了真人 本期李哥带来电影《萌妹特工队》 在成为漫画经纪人之前 赵一诚十分喜爱画漫画 并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 他和女友周洛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 全因他对画漫画的执着和不断的追求 但光凭借画漫画根本赚不到多少钱 于是赵一诚便转行为漫画经纪人 只要能拿到赞助 不管多低俗的漫画赵一诚都愿意接下 对此周洛感到甚是不满 两人大吵了一架 期间赵一诚不慎脚踩电线 导致身体触电晕了过去 待赵一诚恢复一时后 他发现自己身处大学的教室 周围有同学不停地搬东西独门 迷迷糊糊间 赵一诚看到黑板上画着一名少女 手里拿着三角板 那正是他年轻时创作的漫画 赵一诚走上前去拍了拍黑板上的少女 向同学们炫耀 这是他画的作品 可就在这时 赵一诚遭到一大群丧尸的追赶 危险之际 三角板少女突然出现 救下了赵一诚 三角板少女自称小树 是赵一诚所创作的漫画角色 而且这里是映射现实的 另一个平行空间 简单来说 就是赵一诚因为触电 偶然穿越了时空 但不巧的是 不久之前 邪恶母体降临校园散播病毒 导致许多学生受到感染 因此学校里游荡着一大堆丧尸 如果赵一诚想回到现实 并且解救校园 那就必须集齐 五位学科少女的信物 分别是语 术外 音乐和体育 只要唤醒他们 就可以打败母体 半信半疑的赵一诚 此时也无处可去 只好跟着小树 踏上拯救世界的旅程 两人先是在图书馆 替语文少女小文解封 随后在男厕所 找到英语少女英英 凭借着小树敏捷的身手 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 但私人并不知道 母体正躲在暗处 对他们进行秘密监视 因为体育少女和音乐少女 在不同的地方 为尽快完成任务 私人决定分头行动 赵一诚和小文去音乐厅 小树和英英去体育馆 角色分别被赵一诚 画在琴谱和奖杯上 只要拿到这两样东西 就可以了 不过赵一诚在寻找琴谱时 小文不申触发巨大声响 导致许多丧失文生赶来 另一边英英和小树也遭到丧失的包围 历经一番波折后 私人总算是逃出生天 并成功拿到琴谱和奖杯 成功唤醒音乐少男乐乐 以及体育少女琴子 英英不愿连累小树和小文等人 经过深思熟虑 赵一诚决定偷走他们的信物 独自去找母体单挑 但赵一诚没有想到 母体竟然长得跟她一模一样 原来这个地方并不是平静空间 而是赵一诚的内心世界 所谓的母体只不过是她的内心欲望 简单来说 母体所代表的 是赵一诚抛弃梦想 追名逐利的显念 而小树等五位学科少女 则是她年轻时的梦想 这两者不能共同存在 一边是金钱 一边是梦想 赵一诚很是犹豫 但最后她还是选择 拯救学科少女 坚持追逐梦想 赵一诚找到当年的毕业设计草稿 从里头拔出一支长剑 成功斩杀掉母体 将校园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与少女们道别后 赵一诚成功回到了现实 这一次 她决定坚守作为漫画家的底线 不再被金钱所驱使 努力追寻内心所喜欢的东西 梦想是一扇门 她将一切世俗利益关在外面 我们彼此相处熟悉 一起走在阴暗的小道上 如同结许多年的好友 梦想的存在 等同于内心的安慰 待人生走到尽头 我们满是自然的挥手说再见 不煽情 不落泪 只是感到遗憾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立哥 愿做灯展 照亮你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ärk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ärke